10块钱去买了个表格回来 我要去读拉曼 我一打开整本书都是英文的 你连贴那个表格都有困难 大家好我是金赫 然后我本身是从事出版工作 然后我的公司是万老男孩出版社 然后我有个昵称叫做Lawangboy 很多人认识我不是因为我出版 我写错而是拍过那个无聊的影片 因为我算起来我是蛮早期就开始有拍一些影片放去YouTube的 那时候还不流行所谓的YouTube那些东西 然后以前我的影片也有一阵子是红到去台湾的 如果是不是那时候是近这几年 网络YouTube啊Facebook这么流行 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黄名字了 英语有多差 就是我记得以前呢很好笑 我XPM毕业之后啊 他们就去升学了 那时候就升学了 那时候我们就很流行 那个年代去读拉曼学院的 我就很开心哦 10块钱去买了个表格回来 就我要去读拉曼啊 我一打开整本书啊都是英文的哦 就你连填那个表格都有困难哦 所以那份表格我买了之后啊 我都很怀疑我的人生啊 就是我进去了之后我一定不能够毕业 后来去读这个新闻系 因为英文不好嘛 以前XPM都不勉强几个嘛 到学院你肯定不几个的 所以我是不能够毕业的 然后我已经放弃了 我其他科目还不错啦 都可以过关啦 然后在学院里面也是很优秀一下 很活跃一下 然后不能够毕业嘛就放弃了 然后那个主任来鼓励我 就讲你一定可以了 一定可以了 因为补考了50块嘛 我讲我不要浪费这50块了 他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 他讲你一定可以了 他讲你相信我 诶 他讲得这么有信心哦 我就去尝试哦 后来我相信应该就是不及格 或者是很勉强的 他可能是基于我其他方面的很优秀 或者是他很想要问我那50块 所以后来他给我勉强及格咯 所以我到最后我还是能够毕业 还是拿到那个文凭 毕业之后就进入包馆工作 然后在包馆里面就当过记者 然后当过编辑大概是7年咯 一般你要成为一个记者啊 你的善语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我也是有自卑 然后慢慢你工作能力越来越强啊 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个表现越来越强啊 也就是会弥补你一些语言上的一些确实咯 当然我前面有提到我的语文啊 英文很差啊 小学中学也不见得我的华文很好 我华文可能XPL的成绩最好也是去到C而已 也没有去到A这样 我是到了21岁啊 英文很差 然后也没有说特别乐爱中文 那时候我是去小学做领教嘛 那一年里面很开心 那一年我才开始中文写作 然后写了文章投去报馆 然后报馆看登 然后从此我就很爱阅读这个中文书 就是那种纯粹的一种很热爱 然后慢慢加强了这个中文的一个基础 后来才从事这个出版的工作 当然有些人对成功的要求就更高咯 可能可以达到很好的物质享受啊 那么我的就比较中等一点 这种就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追求咯 你真的好想要的话 你真的好想要快的 你真的好想要来 我更想要先在这里 就是不到大分之一 就不知道 要追求那程 想要去追求的 不一定要出开 那你知道吗 你深历吧 你对我